都按住坡上来的 他就没跑过泥地的 但是你说泥杂这些死在前面 因为他本身那些短途 今天全部跑泥地的 第一场就是第五班 放了千二 有很多初跑泥地的 一号二号 五号 九号 就是在来有方有苗头 一号 勇宝区和精算赤炎 都是初跑泥地 初跑此程就是今期葬家 有好一站 是没有赛职的 就拍着这一只 有苗头 二号 上次 一号 财来有方 但是 是冷门 49倍 赢过的马 有三只 就是 赤水神区 东龙阵 和自飞拍档 那只大热门的日日救 反而是 没赢过 但是他跑两次 两次Q 而且上帐也是跑第二 同情时间 今场最快 配过莫雷拉 当位也好 五档 跑得好的 就是 上帐 有苗头 日救 再数下去 就是 怪兽妈妈 和精算赤炎 这个精算赤炎很奇怪 真的 他 现在看到4号 赤水神区 本来 就是 今季都跑得挺好的 但现在好像肥了 好像是 没理由 说回 近迹 近迹 就是 2号 7号 8号 9号 跑第五 k 昨天 全众 是上次堕码的 这只精算试验 好像30多倍 但是 现在 的单位数字 隔晚9倍 现在有7-8倍 我刚看过手机app 所以这只鑫 精算试验 上次跑第五 初跑来地 刚刚输了三个马位,后想输三个马位 精算试验,档位挺好 不知为何会热了 上次莫莉拉32配跑第五 这个飞数就很奇怪 我们看看自己的概率 性出率较高的是10号、6号 10号、6号才达到4号 位置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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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近跡好就是7号 上次跑第二 2号又上次跑第二 另外就是4号 前次也挺好 1号和3号的近跡相似 上将跑得不好 7号、2号 又到10号、8号 10号、8号 10号是自fit拍档 上次跑第八前才好些 8号是怪兽妈妈上次第五 精算试验上次第五 3倍 上次莫莫莉拉3倍 上次跑第六倍 上次莫莉拉3倍 今次再来过 全班人马再来过 看看成为大热门 看看 不知 不知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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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注着什么 精算试验 精算试验 很奇怪 现在镜头看着这一只 就是 马会的贴士指数 说它几十倍 几十倍 但现在就 单位数字 多数都是自己人买的 不是 贴士都不贴的 我现在关注什么 7号 2号 10号 6号 看看电视电选机 不是 10号 10号 是胜出率较高的 10号 罗富泉 罗富泉的沙底 成绩都挺好的 罗富泉 陪在 配着 班德黎 班德黎 泥底 泥底 就不太好 不是好 那些 好那些是 梁家俊 那些 梁家俊 其实是什么 赤水神区 上将宝第10 赤水神区 什么 我这一场 买热门 7号 2号 这些 或者7号 10号 我真的想不到 9号 会热 9号 会热 10号 看票 就真的 要考虑9号 看赛绩 7号10号 2号6号 6号几次我买过 一两次 两次 只是带来一个位置 上次 梁家俊跑还跑第10 田泰安琪 三次 贯亚季 即是人马合拍 待会再看看 主持选择什么 主持选择 主持选择 6号7号9号10号 选择精算尺 不要告诉你为什么 我知道有飞 毛咕咕有飞 主持选择 7号是否真的好呢 7号 跑两次两次进去 主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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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主持选择 每次有钱收 7号6号 7号6号 9号 动态 费数很厉害 蔡若翰和波建士 真是很厉害 再看一会儿 Jenny 要些纳门矛 轻磅 10号行头 10号真的很好 不过 上将波建士 其实是这一款 为什么去到这个 去到这个 精算尺检验呢 如果是好的 他也 应该有得骑回 我只是这样想 班罗 上名率如五成 我只是看报纸 我只是看报纸 但是班德里的泥地 是否这么好呢 我又不是这么觉得他好 我现在看这些颜色 就是有7号11号 11号全中 上次是堕码的 全中 没有飞的马 就是12号电子宝贝 11号 7号 有3号 金旗庄家 王浩南 上将跑12 19倍 12号 12号 其实是蔡明少 10当 6号反而退飞 7号、6号 东龙镇 正在退飞 路仔的位置也挺热的 8倍马 有1.8 2.5倍 2.5倍 为止 这种比例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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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 30多倍 现在是贝尺 投资界的指数 和实际贝尺 8.7倍 比例 这种比例 没赛值过 精算尺 上次莫雷拉 快损1,000 直路 30多倍 第5 也有点点 大浪漫也跑到第5 这次是初跑来 不知道行不行 7号 7号 就是 日日救 跑两次 两次 100分之100 入Q 入Q 即是很近 很近赢 所以很多朋友 很想这个马 真的热得很透 7号 7号 赛职 近职 也好 7号 6号 就是 配搭田太安 田太安跟他特别合拍的 这只马 就是 1个Vin 1个第3 1个第4 2个落地 跑5次 有2次 有钱收 跑5次 有一个Vin 0.2胜出率 也不错 也不错 球场的赛事 5单千二米 今天来地的状况 就是好地挂牌 9.56 的长短 19 刚刚看回一些 速勢能量 就是2号 6号 特章 就是特章最高分 最特章 就是2号 6号 2号是纳门来的 10多倍 6号就是东龙阵 移飞 但这个 速勢能量的特章 最突的那些马 是有一个取称率 在这里 不会 不会 每次都是热门的 有时 次热 有时 10倍以上都有的 奥隆区就是其中之一 11号啡灯 如果你买啡灯的话 就是11号 上次拍摄 有个6号仔 落飞啊 穿Q啊 真是 中间红衣蓝眼罩大约背五岛 一路比向中档是日日够 顶着在外面紫飞拍档是蓝衣 背三电子宝贝 今期庄家暂时大堕后 是那只东龙阵 转弯中间的时候 外面就怪兽妈妈 内南位置小很多 那只有苗头 两匹马抛来的马群大约有个半身位 全中就进占第三位 内南第四永保区 再看到中间赤水神区 等里面精算赤炎 红衣蓝眼罩马临后面 在打边天日够 顶到最外面 有紫飞拍档 电子宝贝和东龙阵 转到最后三百米左右 前面全中就中档走了出来 精算赤炎沿着中档追 外面位置还有电子宝贝 中间蓝眼罩天日够 最后一百米 外面电子宝贝就已经被盖上来 中间是天日够 内南是全中 接近中间电子宝贝一路内闪 压进去就赢出这场赛事 跑第二名 果然是有飞的 有位置 7号跑第二 6号跑第四 5啊 6啊 出习时太后了 7 12 7 精算赤炎有飞的吗 跑第多少 跑第四 2 6号 10号 11号是啡格的 如果你看颜色 就会中到这个位置 7号跑第二 哇 输了给一只大冷碗 真的 潘明辉 电子宝贝 上将跑第14 4倍 霍宏星 厉害 真的 跑一次一次落地 历来十四战 未入三甲 就被他赢了 不知道老闆能否中到 12号 7号 11号 7号 11号有手影 7号 11号是红绿灯 啡格 colo 65 半anni 3 4 9 66 6 5 6 7 6 5 9 但也沒有派載 那隻潘明輝是12號 在哪裏 我都不知道他 完全不在射程範圍之內 這隻本來也是實力吧 怪獸媽媽 無險冬 這隻本來的全眾 今天天天夠藍色眼罩 這隻還差一點 這隻12號一起上 潘明輝 這兩隻一起上 這隻11號就落飛 我完全沒有留意這隻12號 很多貼士界都不留意 9號有很多貼士不留意 但臨場單位數字 71 如果是跟風 71是買中的 就算買11個位置 也有很多人買的 跟風 那我 這場沒什麼錢收